早早早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号 明天就是圣诞节 然后我刚刚做完健身 我在做健身的店家 是在马来西亚的万达馆场 Wan the Palmer 少一千给大家看一下这间 现在我在德西西市的地方 然后后面有人在跳这个活动 我先给大家看看一下 然后 本来是没有打算做这一集的 不过是刚才在做运动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明天就是圣诞节 然后我现在又在吉隆坡 然后原本这几天会播的都是冰城的 因为我在冰城去了大概三天晚夜 然后得空我就刚好一夜了 啊 金梅姐 啊 还有我同事一起去就是在那边吃喝灌 啊 就去了佛罗三倍 然后 就想像可能 今天还是明天我就会穿插一些就是基隆坡 啊 这个圣诞节到这个新年就是 新年就是 新年就是2023年的这个新年 马来西亚这个 这个 shopping mall 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布置他们的这个 这个 馆场 ok 购物团场 然后怎么样让我们身在热带的地方的人呢 能够体验温带或者寒带地区的圣诞节的气氛 当然我只是去一些小众的shopping mall 就是小众的山衣团场 大众的比如巨龙玻璃 那边的KLCC或者是Pavilion KL 或者是Mate Valley 我看到在这段时间都很多人去拍 然后我今天决定去拍一些在四期以外的那些 商场 然后给其他国外或者是甚至是马来西亚东马西马的 这些朋友们 见识一下 其实马来西亚的 郊外 就是除了城市以外 城市以内的那些shopping mall 然后他们的这个圣诞专事其实也是蛮有气氛的 好 大家给我们见 嗨 哦对了对了对了 我忘记告诉大家 刚刚我邀个电话给写梅姐 我跟她讲 写梅你见得通吗 要不要一起来拍这一个圣诞 是新年的这个特别节目 哈哈 不是节目啦 就基本上给大家见识一下 马来西亚的山茶 当然 写梅姐 我问她 她就好啊好啊 然后她底下也会赶来我的这个万大广场跟我会合 然后我会去的几个呢 暂时呢 呃 呃 我不说 然后给大家猜 OK 拜拜 那我见 好 现在刚刚做运动 现在来吃我的午餐 来到这一间呢 泰国餐厅 然后在马来西亚呢 在一些假期的时候 我们一般上可以看到呢 很多人 可能很多 然后很多人都会出来外面吃东西 然后今天选择 这一个泰国餐 啊 是因为我觉得 啊 从泰国回来到现在 然后就去台湾 然后去冰城 啊 还没有吃泰国餐 所以非常想念 哦 这边的山产里面呢 它有分成旧期的旧旧的啊 山产跟新餐厂 早期它是马来西亚前马最大的啊 啊 万达馆厂到现在已经不是了 另外一间馆厂是在Petragyaya的IOI 所以 等一下今天如果有时间 我也会带大家去那边看看啊 看看那边的这个山产的圣诞布置到底有 啊 有多么特别 好 现在等了 等的时候呢 我们看看它的菜单 菜 好吃 啊 价钱 还好 啊 蛮幸运的价钱啊 贵很贵 哦 烧烤的煎炸的都有 你看看 搬担机真的是开始的菜色的一种 而且不快 那边也好 好 上里的煎炸 好 我可以吃烧烤的还能够好 然后 挡担机 冰锅 小便 是 菜 嗯 我喜欢 是 天 这边有点 有点 好的 谢谢 可以介绍我设计的设计为两个人吗 这就是设计的设计 所以我们要查一下 你能够购买的选择 我们有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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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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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先来的是东样 然后这个东样呢 它特别点呢 它是有烧肉 因为海鲜的吃太多了 所以这次呢 这个呢 我就特别选择有烧肉的 然后这是第一道菜了 然后今天呢 我特别介绍的就是说 在马来西亚怎么吃到一个 环境又好 价钱又公道 合理 然后又是美食的一个地方 当然如果你要吃贵的话 到处都有 你要吃便宜的话也是有 那我们找一些 有些人或者本地人 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国外的人 来到马来西亚 除了外面的小吃 山产里面也有 一家年物美的美食啊 然后这个套餐呢 它还有配这个饮品 然后给我们试喝 然后我们首先先吃第一道菜 OK 然后这个有它的salad 咸菜的salad 先给你开胃 然后等一下你会吃的比较 啊 有胃口 哇 这一趟真的好喝 嗯 哇 超级好喝 又辣又酸 哇 又有香猫的味道 哇 真的不输给泰国啊 真的好喝好喝 还有它这个烧肉 它皮真的很脆啊 嗯 比较海鲜的 这种烧猪肉的 还是挺好喝的 所以有机会一定要来试哦 这个是它的green curry 哎 这个green curry好像比较干哦 就好像肉骨茶有一种是 是的肉骨茶 还有干的肉骨茶 这个应该很特别 是干的green curry 好等一下我试试看 到底好不好吃 我先吃这一块 看看看一下哦 好 好 尝尝味道是有什么特别 啊 这个就是它的食俗啦 基本上就是 啊 比较一般 啊 待会我吃了才告诉大家 到底味道是怎么样 好 这个bridge呢 是新做出来的 它叫做Salah Hayyo Bridge 啊 韩国话呢 就是Salah Hayyo 中文就是我爱你 英文就是I love you 如果是马来文就是Saya Jinta Awak Saya Jinta Mu 啊 它就是跟韩国一样有这种 啊 就是爱心锁啊 就是一般上都是那些情人过来 把他们的两个人的爱情锁在一起 希望能够甜甜蜜蜜的 长长久久的 啊 这就是 新建好的这个万有的一个外观 啊 啊 就是感觉到万有还做的挺不错的 啊 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出现了 然后这边就是 哎呀 就是韩国 应该是没有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在韩国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了 啊 啊 不然想不起来 啊 啊 东大门 对应该是没有错的话 是因为东大门 对 少一圈 这是在我们吉隆坡交期的一个shopping mall 所以在吉隆坡呢 我们不只是去我们的这个吉隆坡市区 其实吉隆坡的交期呢 其实是最适合我们居住 而且环境也非常优美 而且要购物要吃美食也非常方便 不一定要坐车去吉隆坡 不然呢 啊 一路很塞车 这也是我们住在市区 城市里面的人最大的苦恼 可以看到呢 今年在万达馆场的设计 就是有山水的设计 还有欧洲市的这个 啊 有烟虫的这个 建筑物 等一下我们到下面去看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万达馆场 好 我们现在来到最下面的这一层叫做LG 好 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欧洲小镇 去探索万达馆场今年的设计 走进来就好像来到了欧洲小镇 我们刚才在上面看还没有体会到 进到来的时候呢 反而你会觉得 哎 还挺特别的 就好像有一道瑞士的感觉哦 哦 我也要看一下 这应该卖花草的吧 先说进到来很有气氛呢 在上面看还没有历氛哦 走进来就有气氛哦 然后这是一个类似火车的一个餐厅哦 哦 特别的 我看看一下 哇 来到静静看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哦 上面看的感觉没有这么漂亮哦 反而在下面的感觉就很特别 好像来到了瑞士 你看它的青苔 啊 做的还蛮超像的哦 我不懂上面有什么东西看 我们上去看看一下 来 做个先给人家下来先 来 找一轮 火车头 好 好了 晚达珍的这个圣诞气氛 我就跟大家拍到这边 现在呢 我要感激会和谐媒姐 啊 我们会在 Bukit Jalil 的 Pavilion 博威联 啊 它其实在吉隆坡市场是有 吉隆坡市中心有一间 然后另外一间就是去年才开始开发的 开张的 Bukit Jalil Pavilion OK 我们先吃 我去过去会和谈它了 Bukit Jalil Pavilion Bukit Jalil Pavilio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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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